雷尾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西班牙對上庫曼的對決 來看一下黃色是庫曼 稍微講一下庫曼的能力 庫曼的話封建時代可以蓋TC 然後也可以蓋衝車 而且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衝車的科技 他比較特別的是 雖然他的寶兵是青茶馬弓單位 但是他的馬弓並沒有三級色 所以這個青茶 到城堡時代我覺得是他最強的時期 然後其他的方面是射箭場跟馬舅 就是有175木頭的減免 你蓋一個馬舅跟射箭場 都只需要100木頭 非常非常的省 所以庫曼打封建快弓 是非常有利的 除此之外快弓之外 庫曼也是最會弄的文明之一 因為他封建時代可以蓋TC 誰在單挑來說 如果TC蓋得早的話 很容易會被打爆 但是如果要防的話也是蠻難守的 所以就是 庫曼玩這個的玩法 其實蠻多種的 就是你要快弓也行 要農也行 但是就是 打法你要自己去摸索一下 還要看對方的文明是怎麼樣的 如果對方是打那種很兇的話 然後你又再農 恐龍就爆開了 庫曼同時他有一個最強的能力 就是他天生有騎兵跑速 到帝王時代他跑速速會變成 這個遊戲裡面 遊俠跑最快的文明 所以我覺得庫曼也算是一個 蠻進階的一個文明 可以打弓兵也可以打騎兵 就是步兵普普通通點 所以我覺得庫曼算是非常 難上手的一個文明 但是如果你真的會玩的話 那個爬份應該是會突飛猛進的 好 再來看一下西班牙 西班牙的話是 劍道速度會提升的 那個劍道速度30% 那這邊蓋圍牆 或是蓋房子 或是一些兵工廠 什麼東西都會夾這個速度 所以就變成說 西班牙在前期 打這個封建塔供的時候 是有一定的優勢在 但也不是核心優勢 但至少蓋著BBM快 這件事情就已經很不錯了 那如果對方沒有 第一時間看到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這個 西班牙塔供給打下去 好 那再來就是他的 兵工廠的 研發 是不需要黃金的 那兵工廠全部都只需要肉而已 所以非常非常省黃金 所以西班牙他有足夠的黃金 可以在後期轉出 遊俠 或是其他的單位 像是那個 遊俠 火槍 之類的 都可以轉 或是劍勇 所以西班牙他的 經濟加成來說 可以說是在 兵工廠上面省下來的 實際上西班牙是 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 好 再來就是他的火藥 攻擊數單位提升18% 他有點像是 伊索比亞的火器版 伊索比亞是工兵加18% 然後他是火器加18% 所以西班牙打這個 寶兵 西班牙征服者 非常濃 好 除此之外其他的能力 就不多說 有點比較掃進一點 例如那個 暴民 那個霸權點下去 村民有那個戰鬥能力 那個太例外了 以後有看到的話我們再來講 好 那我們這邊先快轉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庫曼感覺這邊 還看不出個什麼所以然 先加速一下 好 那美玉瓦的話 這邊是19匹 搞了20人可 來上這個封劍時代 那兩邊都算是一個 蠻標準的上封時間 那西班牙跟你這樣打 也是有點在防 可以我們看到 庫曼其實是可以打快攻的 從車快攻加小攻 會很難受 而且不好解 但是也蠻極限的 基本上 我在1600、1500的時候 還守得下這種攻勢 但是1700、1800的玩家 就很少打這個戰術 可能失敗率太高了 前期投資的東西太多 所以基本上我沒有在過 沒有看到1800以上的玩家 會打這個封劍快攻 就是封劍開農比較多 但我有發現一件細節的東西 是最近的庫曼玩家 他們都不會在封劍蓋雙TC 好像雙TC爆開的機率也蠻高的 所以導致現在庫曼玩家 遇到封劍時代也不會蓋TC 而是一個正常打法 蓋這個馬舅啊 或是射箭場 小打小弄 然後上個城堡時代 正常農 的一個做法是比較多的 那看起來這把庫曼也是這樣子 那一上封劍沒有蓋TC的話 就蠻明顯的 這個就是沒有打算要直接 蓋下這個TC 而是選擇要先出兵喔 先去騷擾對手跟壓制對手 偵查一下對手出的兵種 以及打毒兇的一個問題 那庫曼如果對手 看到沒有打那麼兇的話 家裡出幾隻戰門 就可以守住的情況 就有機會開出這個TC 所以庫曼前期來說的話 還是要出點兵喔 去先弄一下 那TC再玩點蓋 這是比較近期的一個常規打法 並不會那種說 一定要ALL IN跟你封劍 雙TC打到底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是這種 比較穩定式的開組 出兵 然後進攻 拿到領優勢就開TC 相當安全的一個玩法 好 那西班牙這邊是 只能出小攻攻戳戳 還有洛瑪 洛瑪是原本的刺猴 但是家裡已經都圍好了 所以庫曼的刺猴 也打不到東西 那順帶一提喔 這個西班牙的奴兵 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這個奴兵 應該也只是 出了幾隻 稍微弄不下來 並沒有真的要 真的要打工兵喔 所以這個一級射 會不會點也是個問題 可能不打的話 不點這個一級射 這個效果就有限了 但我看他應該也不會點了 看到這麼多戰矛 應該只是要騙 庫曼這邊出大量戰矛 來防守而已 我看他連這邊 也沒有想要打的意思 這個也不太可能打的意思 好 那這邊 肉麻有點在送喔 直接送掉一隻肉麻 但是西班牙這邊 居然有4KD啊 雅薩是個單位 這個單位應該是 剛剛撞TC 庫曼的肉麻 去送掉的關係 所以我會有4KD 當然 兩邊都沒有損失任何一隻村民 算是一個 兩邊都打得很小心喔 但這邊西班牙的肉麻出蠻多的 還蠻意外的 想說他應該不會出這麼多 結果還是出這麼多 把對手壓在家裡 好 那這邊 西班牙率先撿一下 Fremble 死蛋 庫曼的話 還沒有 使勁有點遠 不確定是什麼原因 會造成他這麼晚 上這個城堡時代 這個時間差距明顯蠻大的 可能能確定的事情 是庫曼田是比較玩 灑的 然後西班牙這邊 是灑的很快 超級快的內容 好 那兩邊都上城堡時代 現在西班牙還是要打騎兵 屏東點下了 那打騎兵的話 庫曼可以考慮出這個駱駝 庫曼駱駝也是能打的 但是也沒有比較特別強 就是跑得比較快點的駱駝 有跑速的駱駝 而且庫曼他是秒重裝的 所以到帝王時代這個駱駝 會出得有點勉強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正面開打 打了一下 送回一隻駱駝 這邊要硬上嗎 要硬上的話我們就 稍微把速度變正常 但看起來不太可能會硬上 西班牙這邊雖然有時代優勢 但是還是打得蠻謹慎的 並沒有那麼魯莽 直接打一波 然後工兵強兵直接過來 好駱駝要直接上了嗎 欸工兵直接繞一下 沒有直接回家 然後把他一堵死 把他一堵死 堵死之後 家裡就可以守得比較輕鬆一點 那工兵就可以出去逍遙一下 好一上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再補下這個 奴兵 跟二級色 威力就會很強 點下 那這邊 二級伐木也點了 二級伐木點下之後 這邊一變身這個timing 可能會受傷喔 欸來看一下這邊 都變身完了 OK一村 這邊第一血 有 庫曼先拿到 那吸量看到 欸靠啊 奴兵怎麼在我家啊 趕快回首 那這時候庫曼也早就有意識到 哎呀他已經是要來 回來這邊救了 趕快先測一下 並沒有直接走進去 雖然也太可能直接走進去了 好這邊再偷射一村 兩村 可以在一村嗎 這邊先射騎士 三村 哎呀 這邊炸了三村啊 四村 唉唷唉唷 這一波有點傷到喔 這個西班牙 裝PC 然後被這一波弄進來 還有洛瑪在這裡 唉唷 唉唷 這邊再卡一個位置 唉唷 我的天 這個洛瑪卡都好 這個應該是殺一村啊 沒錯 六村 殺六村沒錯 哇 那這口奴兵幫庫曼爭取到了很多發展的空間跟時間喔 也確實把西班牙的兵全部拉回家做一個防守 並沒有辦法再繼續進攻 那庫曼這邊應該殺到地上的TC 但是西班牙還沒有 還是雙TC運行 那這邊幫 把這個弓兵喔 放在這個洞裡 讓這個 騎兵喔只能透過這一塊攻擊面積喔 去 打擊奴兵喔 但是 這個是有點困難 所以這騎兵最好是不要再過去比較好 等這個奴兵啊 或投駱石車出來之後 再上潛比較好 不然這邊被他鑽這個洞會很受傷 那確實庫曼這邊這一波打得非常好 賺到了蠻多村民之外 經濟也鬧到也拉到村了 所以這邊 庫曼分數是稍微領先一點點的 但是優點擺超穩訊 好 那3TC開下之後的話 沒意外的話 村民術會比這個西班牙 多一點 欸這邊居然硬追啦 挺意外的 沒想到 西班牙最後還是要硬打 不得這個投車過來 只用騎士硬打 還是可以 畢竟這個努力的水量版 就剩不多喔 有殘血 好 那這邊騎兵全速收光之後 蓋下第三個TC 西班牙也要來超音感美了嗎 再來追一下經濟 好 那這邊 家裡喔 庫曼並沒有出其他兵種 而是繼續出這個奴兵 家裡有21隻奴兵 在家裡防守 但沒有城堡 有挖石頭嗎 來看一下喔 石頭有挖 那還可以 而且是8個人挖石頭 欸那這邊那麼多人挖石頭 很有可能是要來蓋這個 青茶嗎 看起來很像喔 好 工兵直接看到 射個幾巴 射死一隻騎士 那三頭車過來了 這個工兵要再居門口嗎 好 看一下把這個房子滴掉 這裡看到一隻駱駝 駱駝的話 打這個駝車就很好打了 唉唷很危險有空 還以為要頭到啦 怕我剛剛還減慢速度 想要來看一下有沒有機沒頭到 確實有點困難 好這邊騎士想要鑽個漏洞 但是這邊駱駝喔 蜜水 水洩不通 塞的滿滿的 好但兩邊都沒有要開戰的意思喔 但這邊好像已經有看到 騎士在那邊跑 放個駱駝去追一下 但兩邊 是不是要錯過了 欸這個騎士回來送頭嗎 欸去追駱駝 欸但駱駝沒看到 好啦兩隻駱駝想要來防守 呃看了一下還是 決定全部往前拉好了 好那駱駝慢開下第四個TC 欸這邊居然不是點地龍 在蓋子是提起了 而是要先打一個城堡大決戰嗎 好非常大量駱駝跟騎士 直接正面互靠 後面有左邊開射 頭車有兩台 但是這邊駱駝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直接把騎士逼走 但是騎士一撤退的話 那個頭車就會被這個駱駝披放 駱駝也順利的把駱駝打掉之後 這個奴兵就可以無射了 那奴兵上了高低之後 直接高低打低低 哇這個打這個騎士傷害非常非常高 好那這邊直接再加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帶駱駝還在打 頭車 這個頭車能不能做到事呢 這個頭車很關鍵 欸一發 但是這個奴兵直接往前走 然後直接射掉完美 哇 這一波進攻 駱駝細節處理得很好 雖然自己的駱駝基本上是送光了 當然這一波也有傷到東西 把對手的騎兵刺得差不多之外 自己的奴兵也沒損失掉 而且頭車刺了三台 哇 這一次庫曼的大勝啊 西班牙這邊血虧 好但這邊 就送幾隻駱駝回去 平衡打擊一下 好奴兵過來直接開射 這邊村民很難受 好這邊也沒有要鑽進去了嗎 可以可以 這邊還有更多的空間 但這邊判定他進不來 所以並沒有收村 好這邊駱駝再送一波 好這邊他還在出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有攻擊力 攻擊速度加STOP 正確的一個效果 但這個打駱駝可能比較好用一點 欸這邊要被抓到啦 天哪 這個怎麼拉了四隻村民去蓋農田 喔是五村欸 這可能是要來挖礦 但是結果按錯啦 直接被抓包 哇村民的速度明顯被拉開了 101村對上87村 好變88村了 89了 好頭車過來嘗試一下 但是這邊高達地傷害非常高 再來一發 哇輕鬆解掉 哇這個奴兵控的真的很不錯 這個庫曼 直接吃了四台頭車了 真的是賺爛了 好那碰完這邊四TC之後 蓋下第五TC來挖石頭 然後在家裡的高地喔 蓋下這個城堡 然後還出這個清茶 那清茶一出來之後 西班牙的進戰單位就會很難受囉 像是騎兵啊 之類的喔 就會非常難打這個清茶 那清茶本身是一個散彈槍的弓箭 馬上攻兵的喔 就變成說他打這個戰吧 好傷害其實也是蠻可觀的 還要打這個衝刺喔 雖然都只能打一滴傷害 但是這個箭矢數量一多 那個傷害看起來是蠻痛的 所以這個清茶使用的方式算是蠻特別的 但他跟那個中臥蓮弩一樣 最大的過敏就是 手短 雖然他們可以同時發很多隻箭矢 但是問題就是手短 那就要來看一下這邊 庫曼要怎麼打吧 兩隻騎士還在繞 這邊還在找遺跡 然後這邊 工兵想要再來繞 但是有兩個還投射在那邊守 直接逼退了庫曼 你們會投到嗎 好像不太會 因為庫曼都有在控兵喔 好那這邊庫曼率先到了帝王時代 然後二級馬凱二級工也點下了 那西班牙 帝王時間慢了大概快到三分鐘喔 但兩邊並沒有打一個帝王瞬間決戰 破賣也是給西班牙相當多的機會 那這個奴兵 應該是沒辦法做到事了 因為你不能升牆木阿 十六隻還是要去做一點事情 就算送掉也沒關係 就是要殺點村 雖然我覺得他的這些奴兵已經殺得過多村民了 但沒有關係喔 這個送送也好 把這個人口疼出來 哎呀這個送也太明白了吧 哎呦 哇 直接擅著送啊 直接打光 哎呦再了一包啊 踢地板 沒踢 這邊正面在打 好 在控正面 正面西班牙正務者直接開槍 這邊 上面有肉幾隻 肉馬在上面 但是有城堡 所以西班牙這邊防守 第一波來說還算可以 但是還沒有地獄王時代 地獄王時代還有兩秒 好 好那這邊 多意識到自己的 城堡傷害跟射程有點 有點不太夠 開始補下這個一級射 那西班牙正務者出來 開始來解這個肉馬 解的還是有點蠻痛苦的 但在這邊打駱駝傷害蠻高的喔 不然是可以白嫖 那是比較香 OK 輕鬆射光這些落索 但是這邊有更多肉馬煙的過來 而且上面還有奴兵在鬧 這個奴兵很煩 哇 看來又要在十幾村了 但是下面更多的肉馬煙的過來 中間的城堡也快掉了 三台巨頭過來 這個肯定守不住 欸 他突然在 在你眼前 蓋城堡 但是這個西班有這個 建築弓30%的加速速度 城堡蓋得非常非常快 哇 直接蓋起來 直接在你眼前 我眼前蓋 這應該也只有西班有做得到了 艾艾扯了 好 大量的西班有的蠻子在這邊 但是青塔出了很難桌的 這邊有4加三軍的敵力 直接往前貼 但城堡是這個青塔 傷害非常非常高 但是沒有被修 來不及修了這個 這個城堡應該肅定是要掉了 西班有的蠻子在拉打 所以沒有辦法做到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打擊傷害 青塔跟大量過馬煙 上來打電 所以你要全部一口去死掉了嗎 看起來非常非常困難 看起來這個城堡注定 還是要倒了三巨頭 倒了 剩下大約24隻 西班有政務者 但是西班有決定還是要打出巨巨 原來那波村民送了死太多了 即使這邊有在騷擾 但是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這邊看起來已經被這個肉馬 占到這個主動權 那青茶在後面輸出 這個西班牙確實是不好打 而且川民術也差距蠻大的 科技也是慢慢沒拉開 西班牙這些科技都沒有點 也沒有這個手推車 所以導致西班牙這邊經濟一直起不來 然後冰量 正面就很容易打輸了 沒有辦法 這個西班牙正負的最大問題就是攻速比較慢 即使有這個18%的攻速加成 也不能彌補這個火槍的天生的劣根性 好 那來看一下 手推車點的部分算是很正常 庫曼這邊是標準的一個經濟爬升的打法 在經濟點一下城堡時代之後 把它上去補這個輪軸技術 像一個不錯 那後面這邊輪軸技術比較晚點 35分才點 這一段空窗期 經濟空窗期就差蠻大的 好 那食物的部分是贏6000 那牧草的話是贏大概4000左右 那黃金的部分是輸的輸2000 但問題不大 因為這個西班牙 黃金這麼多 但沒有這些肉 也出不了這麼多的大量騎士 跟這個西班牙正負責 所以導致庫曼這邊還是有個先機在 這個上時代的時間還是蠻重要的 因為你上那個帝王時代 這一段時間科技研發好之後 這段時間就是你的主動權的時間了 因為你科技已經研發好了 對方才剛剛帝王時代 所以這個你還是有這個空檔 讓對方 還來不及升那個帝王時代的科技之前 就把對方給打殘 這算是一個深時代的一個空檔 一個秘訣 你要利用自己的深時代的優勢 打出一點東西來 不然就是你科技爬得夠快 然後第一波打得夠兇 那對手通常就守不住了 那庫曼剛好是做到這一點 一上帝王時代之後 蠢能三台巨頭 然後那一波直接打過去 對方確實是被殺得出手不及 陳寶直接亂蓋 蓋在你的眼前 所以導致那一波有點 The Song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